普通人脑海中的大海 浪漫至极 但是科学家眼中的海 是另外一个世界 突然一个浪 力量特别大 当时这个甲板上都跌倒了 运船的感受 一言不法 二目无果 三餐不尽 四肢无力 五道翻头 六神乎 七道马甲九二不齐 十分难受 刘建 中国目前最先进的 自主水下机器人 乾隆二号的总设计师 您这孩子长得也挺萌啊 最感兴趣的是 年轻的女士 好多人都说 您是搞卡通的吧 乾隆二号 总共研制周期 五年半 被挨骂了 至少那有四年半 我就握着两个拳头 出了一声冷寒 从浅蓝走向深蓝 乾隆二号肩负着 怎样的重任 哪个国家能够最先探测到 他就优先开展权 我们获得了高清晰度的照片 这就是流化物照片 这就是铁证 深海探测又将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 将完了我们要实现六龙 加一个龙宫 最终实现陆海空天 一起联网探测 把精力投入到科技前眼 才能真正地实现领讨 开讲的特别策划 预见2020 本期演讲者刘健 您高考 祝未来 各位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 高考智能教育倡导者 引领教育 独家冠名播出的 中国首当电视 青年公开课开讲了 我是主持人萨贝宁 欢迎各位 萃取植物精华 科学气血双补 感谢熬夜标配云南白药 气血康口服业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今天我们的这期节目 依旧是预见2020 我们和这个深海 来一次最有深度的预见 地球的表面 除了陆地之外 面积最大的是海洋 71% 但是直到今天为止 我可以告诉各位 在广阔的海洋下面 我们对海底陆地的研究 只有不到5% 不过人类探索的脚步 从来都没有停止 这当中也包括中国 在今年的3月5号 中国大洋49航次的科考 完成了第二航段的工作任务 那么在这个航段的工作当中 我们带上了一个深海的碳海利器 叫做浅龙二号 我们今天请来了浅龙二号的总设计师 作为我们的开奖嘉宾 掌声有请 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水下机器人研究室总工程师 浅龙二号总设计师刘建 有请 挺好 刘老师 欢迎您 欢迎您 谢谢各位 请坐 今天我还专门问了 我说为什么在我们这个嘉宾出厂的通道的 这个玻璃下面 要打上蓝色的光芒 他们说更能营造出海洋的分配 前不久是在3月5号的时候 是在西南印度洋 刚刚完成了一次浅航的作业 那么这一次让很多人通过新闻 认识了我们的浅龙二号 我们真的不太清楚 这个应该叫水下自主机器人是吗 对 浅龙二号是属于 叫水下自主机器人 他整个的执行 人就不再回路中了 完全他自己完成任务 哦 就人基本不参与了 人就是不参与 就像我们养的孩子 大了就得让他自己走出去了 没有办法 那您这孩子长得也挺萌啊 好多人都说您是搞卡通的吧 萌说对了 萌 那么我呢设计完之后 最感兴趣的是年轻的女士 一看到特别喜爱 特爱 但是当时设计之初呢 我们并不是按照 利扁型鱼去设计的 我们这个是属于实用型的产品 不是说设计一个玩具 所以实用型的产品呢 就要根据我最终所用的这个状态 比如说包括海域 它的复杂程度 它到底要完成什么任务 那么根据这个任务需求 最后我设计出来的 前面那个嘴巴是干嘛用的 就那个张着的那个黑的那一条 那个黑的是前世声纳 它是靠声纳来 对 当它的眼睛相当的 在我们这个项目里啊 应该也是在国内 第一次利用前世声纳 作为它的避碰传感器 利用计算机控制 去合理地要开障碍物 那么潜龙二号 最终呢是要这个资源勘探 探测多金属硫化物 那么科学家研究 所有的矿区 都布置在四千五百米以前 那么那个区域 地形非常复杂 三区 而且三多高呢 一千七八百米 所以这种复杂的地形 就要求你 不仅要有机动性呢 导航避碰的能力 我们已经发生了 上千次的避碰 那么非常复杂的环境 都成功地要过去了 还有一个问题 想问您一答 为什么是这个配色呢 为什么不弄成绿色 不好看呢 为什么不弄成迷彩服呢 军工是用绿色的 它是为了隐蔽 我们这个呢 是每次寻找这种亮丽的 一般来说 一个是黄色的 越亮越好 一个是那个橘色的 橘色 还有水面上 是最明显的两个原色 而且加上晚上还有灯 对 有拼闪灯 对 那个拼闪灯晚上会亮 我们还有无线电 它会视位 我们还有呢 通过这个GPI定位 在任何地方出来 我大船都可以就回收它 所以任何一个设计 都是根据它 它的应用需求来决定 这是不同的用途 是有不同的方案 对 那么咱们的自主水下机器人 发展过程 经历了哪些有意思的故事 接下来我们把讲台 留给我们的开讲嘉宾 请您为我们开讲 很荣幸呢 今天能够在这个讲台上 问大家讲 潜龙二号的故事 那么事实上呢 就是在我们国家 水下机器人发展到今天 那么应该说 已经达到了 国际上的先进水平 我们潜龙系列 之所以要研制 那么最主要的 它的应用对象 就是探测海底的资源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陆地上的资源 逐渐枯竭 但是呢 国际海域 有大量的资源 那么这个资源的储藏量 远远超过陆地 而且呢 根据国际海洋组织 规定 哪个国家能够最先 探测到 某个区域有资源 并且呢 提供相应的数据和资料 它就有优先开载权 那么正是 基于这个需求 我们开发了 潜龙系列的这个潜水器 首先呢 就是潜龙一号 它主要是 对平坦地形的 进行大面积探测 潜龙二号呢 最主要是探测 复杂地形的资源探测 因此呢 我们如果把潜龙一号 比喻成呢 在马路上开的轿车的话 那么潜龙二号呢 就是个越野车 而且呢 是个3D越野车 潜龙二号设计完了之后 它需要经过许多实验 第一个实验 就是呢 要经历湖上实验 本来我们呢 这个湖市 我们计划的时间 是两个月 两个月完成湖市之后 我们马上呢 就去南海 做海上实验 但是呢 我们湖上呢 因为遇到了问题 我们做了3个月 还没有结束 推进系统的问题 还没有有效地解决 它包括呀 工作不稳定啊 干扰啊 漏水啊 偷停啊 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这个时候呢 就面临着一个 非常艰难的选择 到底是直接到海上 做实验 还是说我彻底解决问题 如果直接到海上实验 那么呢 它就面临着海上实验 就是技术状态 不稳定的风险 如果我不去实验 我呢 把问题都解决完了 这样技术状态好了 但是它的问题就是 造成拖旗 因为那个时候啊 我们这个计划 已经各级领导都同意了 如果要是一旦推迟 可能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 再一个呢 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那么呢 南海的海矿 越往后 海矿越糟糕 所以我作为项目的总是 我要对技术状态负责 如果现在去 风险极大 是凶多极少 可以说经过慎重思考吧 那么当时我做出个决定 马上停止护上实验 各单位 把自己负责的东西 带回去 有故障的 故障归零 没故障的 好好保养 为了防止在海上 重复出现这些故障 那么我们马上 要启动备用方案 相关人讨论的时候 我说出我的决定 我说海事推迟 当时我说完之后 他们都难以接受 他们说推迟多少人 我推迟至少也得三个月 我说请你们一定谅解 有时候往往急躁的时候 欲速则不达 一个总是在项目上的作用 就像一个船的船长一样 任何艰难的时候 你不能说没办法了 完了 你要有一定的抗压能力 各种压力 从各个渠道 全都汇集在你这了 你要一定挺得住 那么回去之后 不用说了 加班加班 我们赶紧去 该归零归零 该准备备用方案 准备备用方案 那么最后我们实际上 用一个月到一个半月时间 把这两项工作完 然后我们又回到了湖上 又做了一遍充分的验证 那么它非常顺利地下去 终于开始航行了 那时候我们挺激动的 我这也搞科研搞几十年了 实际上在我整个的科研经历中 可以说遇到过千辛万险 也遇到过各种疑难杂症 但是有一点 只要你始终坚持 永不放弃 只要你不放弃 你就在通往胜利的路上 完成胡适之后 我们马上就去南海做海上实验 那个时候其实浅气的状态 已经逐渐地好了 我们已经对它逐渐有信心了 但是海况越来越差了 刚才说的 越往后海况越差 那天早上 我们一看海况已经达到了四级 对于AOV回收来说 四级海况可以说已经是顶了 但是根据天气预报 再往后海况可能还要变差 我们浅气需要工作一天 到半晚的时候 就有可能变到大四级 甚至有可能达到五级海况回收 那么这个实际上 就给潜水器回收带来风险 AOV的回收 在国际上也是个难题 那么说到这儿 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过去 也曾经研制过潜水器 那么当时怎么回收 我首先布放个小艇 然后人在小艇上下去 然后我小艇那人去挂钩 那么当海况不好的时候 你看那个小艇和那个 潜气啊 就像两片树叶一样在那 来回这个起舞 我是在大船上 我观看他们操作 我就握着两个拳头 我再替他们使劲 它除的是一身热汗 我除的那是一身冷汗 当时我就下决心 如果下回再有潜水器 我一定要解决 哎呦 我已经回收问题 为此呢 我们设计了遥控器 那么呢 潜气到水面上之后呢 抛出一根绳子来 我大船呢 打出去一个捞绳器 把这个绳子捞回来 这样的话呢 我就可以牵着潜气到尾甲板 靠近母船 我实际挂钩了 就解决了 人能下小艇回收的问题 从潜龙系列开始 我们再也没有下小艇 实施过回收 但是在南海实验 最后一个潜次 遇到的是什么问题呢 海面上的海矿 已经达到了5G 如果按照这个 我们操作归程的话 这是不能操作的 但是这是属于特对 已经去工作了 已经回来了 我们不管什么海矿 我们肯定要去 全力以赴地回收的 通常我们回收都是 我们科考队员回收的 这时候又有一件事情 让我感动了 就是船长跟喇叭通知 所有船员 除了直班的 必须在岗的以外 所有船员 全都到后甲板 帮助协助回收 后甲板真是一个 我叫重置层层的一个 这么个场面 咱们这个潜龙二号是1.5吨 在水面上简直就像一个树叶一样 飘来回上下 飘忽不停 因为两个都在动 而且你摇晃你又站不稳 所以挂钩很困难 挂一次没成功 挂一次没成功 挂几次之后 挂钩说不行了 我已经没劲了 船员我上 说这挂钩我看不清楚了 我上 船员就帮我们挂 简单说就是 在大伙全力的奋战下 那么最后终于把这个狗挂上了 狗挂上是最难的一个 狗挂上之后 避免这个浅气荡起来 所以大家都把绳子都拉紧了 那么这个时候 忽然一个浪 把浅气一下脱起 绳子一下松了 所以有不少人 挂着当时就在甲板上都跌倒了 大人大伙都顾不上 那个跌倒了 是躺不躺的 衣服什么 赶紧爬起来还拽紧 这个时候呢 发现一件事是我意想不到的 就是我们验收专家 有一个七十岁的专家 一看这种情景 他把来自各方面站着 他忍不住了 冲上来就是要帮着这个 拽子当上 我一看这个 我心里都挺害怕的 我一马上冲过去了 我说 他姓姚 我说姚老师 你千万别动手 因为我想七十岁的专家 如果要是真出点闪事 说实话我担待不起 他说没事 我海上经验丰富 我说你这样 我说你动嘴 你知道大家 但你千万别动手 话虽如此 但是呢 实际上 我内心充满了感激 那么就是这样 就是说在大家 团结一致奋战的时候 终于呢 把浅汽稳稳地掉过上来了 然后呢 放到甲板上 这个浅汽 终于算圆满地完成了 当我意识到 整个海上实验 任务已经圆满完成的时候 我突然 感觉那些疲惫都不见了 而且我感觉我的周围 一下变得特别美好 我当时尝出了一口气 我一看当时天是那么蔚蓝 云是那么洁白 空气是那么清晰 大海是那么辽阔 我们的科考队员 是那么的敬业 而我呢 就身在其中 所以当时我觉得 我是这个世界上 最幸福的人 那么经过了 南海海上职业 获得了三个首次 那么首先呢 就是这是我们国家 自主潜水器 第一次到阳中级去 进行多金属硫化物的探测 那么获得了 你叫近海底 高精度三维的 地形地貌的升学拼图 第二呢 发现了多处热液异常点 最后呢 我们还获得了 高清晰度的照片 那么这些高清晰度照片呢 后来首席看 看到那照片的时候 一拍大腿 我就期待这些照片 因为他是海洋科学家 说实话 那照片要给我的话 我还印不出来 他照片说 这就是硫化物照片 那么这就是铁证 那么可以说 为后来的呢 矿区评估 奠定了技术基础 虽然探测表面上 好像离我们很远 但是能源呢 对我们国家 可持续发展也非常重要 那么这个资源 我说了 如果要是我能找到 实际是给子孙后代 留下一片资源的绿洲 这个实际上是 对整个民族 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另外呢 海洋到底对我们 有什么作用的研究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海鲜 大家肯定都喜欢吃 当然不一定 肯定都喜欢吃 反正我是喜欢吃 但是呢 你比如说 我海洋的科学研究 对你那个海洋物种研究 鱼类资源分布 我去培养 包括对人类的起源 人类到底怎么起源呢 那么也都有 非常重要的意义 还有一个呢 就是走向深蓝 我们不能光是说 我挺开到深蓝 就这样走向深蓝 然后我飞机开过去了 你还需要做许多 应急处理的准备 一旦有什么事件 我马上我就处理 比如说马上370 马上370 实施之后 你根本不知道在哪 你要让载人潜水器去找 茫茫世界太难了 所以说澳大利亚 就从美国呢 我把金枪鱼运来了 金枪鱼就是 典型自制潜水器 我进行大范围的搜索 那么潜水器 像我们单位都有一个 快速应急处理的潜水器 那么这些呢 我们都做过 直径潜龙二号 由于出色表现 后来又参加 大洋的43行次 49行次 那么现在 潜龙二号 正在西南运动洋 继续探测 为我们国家的海洋事业服务 潜龙系列将来呢 肯定这个 我们叫队伍还要壮大 潜龙三号 现在已经完成了 湖上实验 今年四月份只要到南海 进行海上实验 将来我们还要实现呢 这些潜龙家族的 在水下的集群作业 实现六龙加一个龙工 我们现在知道 我们有 我们有 有海龙 有 有潜龙 自制潜水器 将来呢 我们还要有 山龙 去到海底打转 取样 研究 我们还要有 昆龙 对这个 自然 探测海底 进行开采 我们还要有 鱼龙 在水下呢 进行联网 最后呢 数据分享 另外呢 就是龙工呢 主要指这个 水面上的支持系统 或者支持平台 最终呢 我想我们还要和 实现 陆海空天 一 整个的一起 联网探测 更多的把精力 投入到 科技前沿的领域中 获得更多的 原创性的 科研成果 那么将来我们才能 真正的实现领跑 我们要研制出 更加实用的产品 把论文 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也一定能够实现 谢谢大家 谢谢你